你曾经是否也做过一个星际旅行梦,像星球大战中角色那样翻越时空,但残酷的现实让人心塞,我们甚至连地球的重力都很难摆脱,不过没关系,今天我们来看看星战中那些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星球的真实取景地。 看完你会发现,在传说中的星际旅行,其实就在你身边,乌游鱼眼掌,玻璃维亚位于玻璃维亚的乌游鱼眼掌天生,就自带科幻光环,三河时地面片片军裂,犹如月球表面般般薄,雨季时则犹如镜面投射天空,云朵,飞鸟与骂不其上的所有生物,因此被称为天空之境。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的导演莱恩扎菲,将这里选为影片中Create星球的取景地,在花絮里莱恩眼神发光,在一个像这样的白色星球上发生的战役,会是什么样的? 光是预告片里的几秒提前量,就已经让人顶惜提起了,电影里最后决战,发生在矿物星球Create,是在玻璃维亚屋游鱼眼掌拍摄的,Create是一颗矿物星球,它不像雪之下颜,因此有着白色的表面,表层下则是红色的矿物质, 这一段场景太然了,白色的地表,飞机划过机体红色的矿物烟雾,颜色冲突让视觉效果叉茫又绚烂,由于面积太广阔,看记得乌游泥特别适合拍错位照片,在Google上随手一搜,都是全世界各地游客留下的开脑洞创作,雨季的乌游泥温柔又空灵,所有人都看过照片,就是传说中的天空之镜,想拍到这样的画面,时机要选对,每年12月到3月是雨季, 眼角表面会有浅浅的积水,世界变成镜面效应,完全是云端漫步,EPW,之前玻利维亚签证一直很麻烦,但2017年底中国护照终于可以落地签了了, 马特马卡山区,突如苏星战中最著名的地标,恐怕要属于Skywalker在Dutune星球上,童年时居所的拍摄地,如果只选一个地方去朝圣,那大部分星战迷星目中的首选应该都是突尼斯, 该国南部的马特马塔山区有着连绵的沙漠,多变的色彩,空气中弥漫着一丝苍凉,这里就是影片中天行者的家乡达杜尼星球, 星球大战第一部中天行者卢克童年的加菲利珠,如今已被改成了一间酒店,保留着影片许景时的各种细节, 在这个古代白白尔人建造的地下居所里,门与门相隔的墙壁上镶嵌着怪异图案的机械图腾, 动学的门上还挂着不少机械装置,屋顶上也留有看不懂的装饰画,仿佛进入了外星人的世界, 天行者居住的圆顶建筑而卢克长大后住的圆影建筑,也位于突尼斯,那是一处距离已经干涸的杰瑞特沿湖300公里开外的地点, 具体坐标为北纬33度50 34.42,东京几度46 44.48,它周围的远石坑都是人造的, 以制造出一种地下室就在旁边的幻觉,1997年这个圆形建筑曾被拆除, 后来,为了拍摄克龙人进攻,它又被重建了,并用风扇对它进行了修复, 它附近就是大沙修,也是影片中沙海的拍摄地,斯凯利·麦克尔岛,爱尔兰在上一步的结尾, 威终于在一座荒芜的修道院,找到了隐居于此的天行者卢克, 这个用石头野气的修道院非常古老,修建于公元七世纪, 多年来,它就这样静静矗立在岛屿的最高处俯瞰大海, 修道院所在的岛屿名为斯凯利·麦克尔岛,位于爱尔兰西南部凯利郡海岸外15公里, 是爱尔兰维亚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最难到达的世界文化遗产, 自16世纪开始,该岛成为教徒朝圣的目的地之一, 但是没有永久居民,目前这个岛屿仅在每年5月至9月开放, 每年5月到9月才能坐船登岛,而且有人书限制, 需要提前预约,并且常常因为天气原因无法登岛, 由于风化严重,当地政府近年来甚至一直在考虑关闭该岛, 小岛神秘飘渺,看到片总会让人怀疑它是不是真实的一个存在, 此外,位于爱尔兰州岛的最南边柯克郡也是星战系列的取景地之一, 这里最著名的景点是一个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英国市场, 贩卖各种生鲜,蔬果和家具用品,黑沙滩,冰岛, 有地球上的月球之称的冰岛,是有一个科幻剧集的取景的最爱, 从普罗米修斯,地心力险技到权力的游戏, 几乎所有有着宏大史诗场面的剧集都离不开这个岛屿, 岛上最著名的飞沙滩威尼斯·比阿瑞也曾作为行星一度, 出现在2016年的侠道一号,星球大战外传的开头, 飞沙滩曾用作影片中行星一度的取景的威尼斯·比阿瑞沙滩, 吉林风景如画的维克小镇,与风起岩峭壁相伴, 飞沙其实是海底火山喷发后的高温岩浆, 玉海水迅速冷却形成的熔岩颗粒, 闪着光亮的白色浪花,深蓝寒冷的北大夕阳, 与飞沉沉的沙粒,让这里的海滩有一种极力安静的美感, 加利福尼亚红木国家公园, 美国美国加州的红木林国家公园,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始森林之一, 林中有许多上千年树林的红山, 可能因为这里的红山, 高大的都不像地球上生长的物种, 星球大战三, 绝地归来中那个毛茸茸的外星族群Ulook就选择把它们的月亮分, 林之佳安放在加州一颗颗巨型红山之间, 大部分精简的场景都在一家木材公司的私有土地上拍摄, 1982年剧组开始绝地归来的拍摄, 大量的伐木工作使得大部分景观变得面目全非, 但是开车穿过公园时, 仍然有身临习近的感觉, 尤其是在Giants高速公路上的时候, 阿布扎比, 阿联球星球大战, 原力觉醒第一个场景假裤星球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这片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海洋, 当然不让, 成为全篇出镜最多的外景,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把他当作这是阿联球政府为电影剧组, 提供30%的反线所换来的, 与迪拜形成鲜明的对比, 阿布扎比的奢华更显媚脸, 迪拜有七星级的翻船酒店, 阿布扎比则有八星级的酋长皇宫, 他也是法拉利主题公园的家乡, 现在阿联球单方面允许中国游客免先进入, 你还等什么呢? 哈邦日周高伦冰川和新小村, 浪威在星球大战, 帝国反击战中, 浪威小村庄SIMS被用作冰雪世界F的场景拍摄地, 当时工作人员都住在SIMS1222酒店, 不过, 主要的战争场景是在村庄附近的冰川拍摄的, 拜访SIMS的最佳季节是每年的三四日镇, 那时血还没化, 多数日子是晴天, 可以徒步去看一些真实的拍摄场景, 开尔比安娜勒小镇, 意大利在克隆人的进宫中, 安威勒和帕尼躲在一个湖中的别墅里, 这个风景优美的湖坡是意大利科莫湖, 该国最炙手可热的旅行结婚目的地之一, 唐深的别墅则始建于1787年, 曾是红衣大主教Cardinal Angeloma Ibrini的湖底, 它位于一座只能乘船到达的半岛上, 四周树木繁茂, 十分避世, 大利尔比安娜勒小镇地处在一个树木繁茂的, 只能乘船达到的半岛上, Jimson在007皇家赌场, 中城来这里, 而除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地方, 星战系列的取景的还包括泰国, 克罗比亚, 西班牙, 你想想, 这些原本停留在影片中的遥远星球, 其实都离你没有几光年那么远, 是不是该趁早上路, 世界那么大, 寒冷阻挡不了你冲向蓝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